Hello 大家好 我是演藝老爹 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台Previa 那現在我的Previa 剛好到了這個換機油的時間 我的車已經進去了 那我這次選的機油是 台塑機油 它的型號是 AUTO PLUS HIGH TECH 5W-30 那我特別選這個號數是因為 已經接近冬天了 天氣比較寒冷的情況下 我會選擇後面那個數字是比較小的 我們之前都是用進口的 那這次選擇用台塑的機油來試看看 5000公里過後 我們再到馬力機去測試一下 使用前跟5000公里後的這個馬力落差 到底差多少 時光飛是歲月如說 兩個月前 我把我的Previa開到保養廠去換了台塑機油 現在5000公里到了 我剛看的里程數是5040幾公里 那主要目的就是要測一下 到底在換機油的時候 是不是一定要迷信大品牌 還是呢 屬於我們台灣自己的品牌 好 台塑機油它的表現到底如何 我非常的有實驗精神 我拿我自己的車 我的車好歹是3500cc 至少也有268匹的馬力對不對 來測一下 在經過5000公里的測試之後 到底馬力衰退多少 但是我告訴你 在出發前呢 我們今天錄影前 有一個小妹 她又摳我了 她說老爹妳進去幹嘛 我說我進去錄影 她說等我等我等我 我說要等妳幹嘛 她說她要來 我說妳要來幹嘛 不管妳等我就對了 好吧 那我只好等她 好 也幫大家謀福利一下 因為她長得非常辣 就是我們的特別來賓Kiki 不是 妳今天幹嘛穿著啊 妳今天是 我平常都穿啊 妳平常都這樣穿啊 今天妳看我穿著跟爸包一樣 年輕人的穿搭妳不懂 我就覺得挺好的 哈哈哈哈哈哈 妳今天早上一直打電話 跟我講說叫我等一下 叫我等一下 請問一下我要等妳幹嘛 等我開賓室來啊 然後呢 測機油 拉馬力測機油 所以妳買賓室喔 妳買這台喔 不是啊 這我朋友的 妳朋友的 她聽到我們講這個東西啊 她就很想要測一下 原廠的機油跟柴塑機油 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哦 妳有帶機油來嗎 有啊 當然喔 原廠的耶 我看一下 漂亮 今天咧 那我們就出發囉 沒問題 我現在跟Kiki也要去 我們那個拉馬力機 對 老爹耶 我很好奇問一下 這樣子換機油的話 會建議以5000來換 還是過1萬換也好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啊 引擎這種東西喔 妳只要有在保養 基本上都不會換 引擎一定要換機油 好 那如果你今天標準就是說 好 我要盡量省錢 我發動的時候 柴油門一樣可以讓我走 妳也不太管說什麼 引擎聲音變大啦 然後什麼這個 夏天開起來比較沒力啦 如果你不管那些細節 妳就是要省錢 當然妳可以1萬換 我覺得引擎 現在引擎沒有這麼脆弱 但是因為我比較要求 所謂引擎運轉的質感 質感代表就是 它在運轉的時候的 比如說噪音 逆膩度 或者是油門踩下去的時候 妳覺得現在夏天 但是開起來不會比較沒力 還有一個 所以我就會希望就是 5000公里就可以幫它洗個澡 給它換上健康的機油 對 所以這個沒有標準的案 就是給大家參考 老爹用那個台速用了5000的 它目前感覺如何啊 其實我用到現在 算5000公里 衰退的程度 其實不是很明顯的感受得出來 當然可能因為跟現在天氣 稍微比較涼 有點關係 所以其實這也是我們要去拉馬力 用數字來說服消費者的一個原因 但是就我目前到現在自己看起來 其實我覺得算不錯 我先跟你說 你要先聽誰的 先聽你朋友的好了 好不好 因為好 你朋友呢 我們是它是用了原廠機油 測出來的最大馬力是 218.03P 扭力是388.08 我們用的是牛頓米 換了台速的機油之後呢 來喔 注意聽喔 馬力是219.43 扭力是390.68 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你這樣 這多很多耶 跟各位觀眾報告 219.43除以 218.03除完是 銀0.6% 但重點是呢 我們今天其實就是要測給大家看 測輪引擎 原廠的機油 結果加了台速的 反而比較好 其實我要表達就是說 你們不要對國產沒有氣息 很多改裝品 很多汽車零配件 很多是台灣做 然後我跟你講 還沒講完喔 扭力也是贏0.6% 測輪引擎報告完 接下來我講我的 我的是NA嘛 來我的馬力呢 我先講 我的是有5000公里喔 我先講 新的機油 全新台速機油加進去之後 馬力是 243.89P 當然因為這是輪上馬力 老實說 268 剩下243 大概掉10% 老實說我也可以接受啦 馬力我剛剛說到 243.89P 扭力是314.57 牛頓米 5000公里之後 一樣拉了馬力 跟各位報告的數據 馬力是240.98P 所以帳面上大概少了3P 扭力是308.71 少了大概6牛頓米 這個各位聽不懂 沒關係 我幫各位換算好了 就是我們用%數算嘛 好 衰退多少 呃 台速機油在跑了5000公里之後 我的3.5的引擎呢 馬力衰退1.19% 扭力的部分呢 則衰退1.86% 我跟各位講 我上次也是有一個 德國品牌的機油 我一直這樣車 然後 一樣是5000公里 但是衰退2.多% 我先講我的實際感受 你看我真的用馬力來算 比如說你今天給我一個 243P 同一部車 跟240P的車 兩顆引擎 一個240P 一個240P 說真的 就開不出來 開不出來意思就是 今天用了台速機油 我們加 完 開始5000公里之後 你衰退1% 就衰退3P 那意思就是什麼 它衰退的比例很少 也代表就是 它的油品 我覺得是很有信心 我們今天的測試結果就是這樣 好 跟各位報告一下 以上數據就是 賓士的 CLA250 測完是 0.6% 然後5000公里衰退 1% 有沒有 我最喜歡幫大家 找好康 怎麼好康 測試台速機 我想說 我就準備了 三組 給大家抽獎 好不好 一組幾瓶啊 這個太不專業了 一組你覺得要幾瓶 你的車 四缸嘛 四缸四瓶啊 但是 原來現在還是有很多車是六缸 所以我準備 六瓶 好 那就很少耶 老天 幾瓶 多幾瓶還多幾組 多幾組啊 那我想 我要交換條件 什麼條件 比如說 可以加你的LINE 可以啊 機油換 機油換 很簡單 Double 六組 可以嗎 六組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喔 通關密語就是 來 這一瓶 我們今天測試的 台塑潤滑油 就是我送的番號是 W30 這也是算一般很通用的啦 OK 通關密語是什麼呢 來 人與想要台塑潤滑油 對 在影片的 Youtube 或者是臉書下面留言 都有機會得到 六組 一組六瓶 送給各位觀眾 OK 我們今天台塑潤滑油的測試 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來 登登登登登 赤肥時間 加LINE時間來了 好 今天老婆在後面 在幹嘛 在那裡 在那裡 喂 哈哈 可是你不能加啦 我們要做 代老嗎 欸我是真的要加一隻 好 我這機還沒有停喔 我這 我這機 我這機還沒有停喔 我這 我這 我這也還沒有卡 我這也還沒有卡 哈哈 你要加LINE 卡了嗎 我這機還沒有卡 我這機還沒有卡 我這機还沒有卡 要結錄